这位老师对韩先生在经济情感上不尊重李女士的行为提出了严正的批评 并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对孩子们造成了很大伤害 调解员胡建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教给李女士一些实际的方法 希望他能够从心理层面探知丈夫的性格找到一个正确的交流方式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韩先生的批评一定的问题 包括李女士对韩先生的批评 韩先生在方法上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本意对所有的家人 包括李女士在内包括几个孩子在内 他是想用他的这些方法 让大家太平地稳定地活着 如果一个人他显得像一块石头 但是不是生活把它变成了石头 那我们拿着花的标准去讲他的话 这块石头只能感到郁闷 但是相比而言李女士其实更像花 李女士在情感方面很渴望得到关心 渴望得到尊重 但是韩先生更像一块石头 石头的特点在花看来是缺点 那花的特点在石头看来呢 那也是缺点 所以林女士你想 站在韩先生的角度 他也会说 我在外面挣钱了吧 挣了钱该给的我也给了吧 剩下的我该怎么安排 我不就是安排了吗 我是没跟你商量 我也没干嘛呀 那我再跟你商量 两个人肯定有矛盾的 那我避免矛盾 我就按我的风格来呗 那按李女士的角度 或者按大家刚才劝韩先生的角度 他应该怎样处理呢 他就应该非常温柔地 把钱交回来之后 我要给谁谁谁花钱 要给你商量一下 这就不是韩先生了 很多婚姻 在你入口的时候 你为自己选了另外一朵花 还是石头 心里是要有树的 花跟石头在一起 真的就是不好看嘛 我们古人花兰花 那旁边是一定有石头 但你一定要把石头变成花 或者把花变成石头 都不对 那花跟石头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搭配 它可能是一副特别好看的画 这个可能就生活的艺术 情感的艺术 这个时候 他去照顾他的孩子的时候 你能不能 也像花配石头一样 就跟他讲 这些孩子怎么那么早 没有母亲 你心里肯定是很牵挂 甚至愿意去宠他们 我都看得出来 我也愿意配合 而且我也在配合 我就是一个建议 我希望我更像他们的母亲 那我们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我们两是一体的 我们来共同地 来让这些孩子们感觉到 家庭的温暖 有父母的温暖 跟韩先生要说一下 其实我认为你 有你的这个办事的魄力 但你要注意一些问题 我觉得粗暴是一种气质 简单是一种风格 但是让身边的人非常的困扰 这么几十年来 你是往外的大江山 但你现在应该转过来 你现在要守天下 要看看家里面 大家开不开心 你自己开不开心 这个时候你要把很多情感 转向家里面的人 要开始嘘寒问暖 要平衡家里的关系 千万不要搞得前半辈子 忙忙碌碌 后半辈子吵吵闹闹 我觉得这是 你韩先生可以做一个改变的地方 胡老师以兰花和石头作笔 告诉李女士 应该摸清丈夫的性格 不要去硬碰硬 换一种温柔的方式和他相处 同时也劝切韩先生 岁月不饶人 付出情感才能留住身边人 李女士和韩先生 愿意做出调整吗 他们